委托人竟然在柯南他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经典的三选一 凶手会是谁 毛利表示 从现场的刀痕来看 凶手只能是擅长用剑的熊二 熊二并不承认 说自己其实是来还款的 小兰发现不合理的地方 死者手上的那把刀握法了 学习剑道的人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柯南也觉得 这个房间里再怎么搏斗 也不可能留下这么多刀痕 这太不正常了 除非是有人想把罪名嫁祸给董剑道的熊二 所以才故意把房间弄成这样 是因为还不上款 所以来拜托大胡子再框线一段时间 这时 挑了一股熟悉的香水味 为了验证这是谁的味道 柯南把鼻子凑到别人身上闻来闻去 这人小兰也没有放过 没想到柯南上来就是奇葩操作 阿姨 你身上的味道和医生叔叔身上的味道一样 毛利也成绩追问医生 难道你就是女主人红杏出墙的对象吗 没办法 女主人只好坦白 他们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女花饭店待着 但这样的证明无效 柯南思索着 那么三名嫌疑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谁都可能是凶手 柯南打开了电话达路机 先是4点38分留言的波多野医生 他说会按约在5点钟准时拜访 然后是4点41分留言的熊二 他说会早于约定的6点提前拜访 所以5点就到了 金城则表示自己也留过言 因为雕刻品的事情还威胁过大胡子 这时大家才把目光转到柜子上方的龙形雕刻品 奇怪的是房间砍得乱七八糟 但雕刻品却完好无损 毛利又把矛头指向了金城 怀疑他就是凶手 金城自己在达路机里留言了 上面明明没有你的留言 金城却坚持自己留过言 柯南若有所思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第三段留言去哪了 柯南记得 当时有一次电话响了很久 但是另外两次电话接通之后马上挂断了 金城回忆说当时电话确实响了很久 但接通了之后却是达路机 女主人解释道 我们家的电话响过十几次之后 就会自动切换到达路机 柯南觉得奇怪 如果金城是凶手 为什么要编造那种很容易就会被人揭穿的谎言 达路机里又没有他的留言 突然柯南猛的想到 这某个人留下了奇怪的留言 犯人就是那个人